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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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公公是不是被人认出来了 刚进游戏就被敌人喊退退退 这局可不能退啊 因为这局可是王牌三星度结局 是继续在两星待着还是能上三星就看这一局了 这局公公的打法是选择找弹转移 就是不知道这外城的弹有没有人抢好像没有人赶紧拿上走 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他肯定又要开着他的弹去他的老家核电站 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爱来少核电站了 你看这是什么信号枪 刚到核电站就捡到了一把 这怎么又捡到了一把 这小核电站也太匪了吧 两把信号枪 信号枪捡完之后赶紧去找个地方打信号枪去 有个人机把这个人机给他解决掉 一枪 两枪没中 再来再来打不到了他下打 人机上完之后就来打信号枪 先打一发 剩下的一发不着急打 等身上的头发甲被干碎了之后再打 就是不知道召唤的这个空头有没有人来抢 好像并没有人来抢 看这个空头里面有什么 Augawm正好了这都是公共爱玩的 好奇怪公共这把竟然没有拿他的awm 看一下现在的这个圈形这个圈刷机场了这个全是要过桥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堵桥 哎看到没看到没有人在那探路呢有个探路的 赶紧跟在这个蛋后面赶紧跟在这个探路的蛋后面这样就不怕有人堵桥了 前面的这个蛋没有被打那说明就是没有人堵桥的 太好了也算是顺利过桥 打到了一辆吉普哎这吉普怂了怂了 好强其他信息还没播报呢这公共都把头转过来了 上来之后公共就看着球来海边巡逻了因为现在这个圈形很多人会选择游泳 比如说我我就特别喜欢游泳 如果我跟公共转一局的话他很有可能就把我巡逻了看到一个 又看到一个 这个看到没有小黄鸭 哇这log真的是强吗 这怎么来了个不长眼的呀公共直接就掏出来他的主武器 捏了起来看这个链铛的炸到对面 哇对面是个高手并没有往右边走往左边走的所以说这颗雷没有炸到然后拿喷走喷了一枪没喷中继续拔雷 对面这个时候应该有点小黄 甩对面捏火炸死 他为什么往这里边甩了一颗火难道是有人吗 有点不懂哎还真是有人 不会吧这不会是开透了吧 看不懂看不懂让我回放下看看公共为什么要往这里甩一颗火难道真的是透视吗 此时公共开着波波车日常嗨到油图哎看到的房区外边有一个冒烟的波波车 可是这个房区的附近并不刷车呀刷车点在马路上如果这个波波车的主人想换车的话那他也应该把波波车开到马路上才对呀 可以看出来现在公共已经猜到了人可能是在厕所的门后以公共的性质肯定是想调性下这个老六的结果这个绿色的来不及你就开始过来了 于是才有刚才的那一幕我还以为公共是透视呢 现在我们继续往后看 有枪声 枪声的蓝眼就在对面的甲车库 趴下看一下能不能秒掉 好像没有什么机会 没有机会那就制造机会直接怼到楼下 露脚步了人从平台走到了客厅 芭蕾 都走到一楼了 对面真的是个闪光弹 这个能不能炸到对面 对面一直在动 扔 好像没扔过去 再来一颗 对面也拔雷了 但他扔的慢又是个针包弹 没事没事没被震荡不要慌 这个时候可不能乱开枪乱开枪的话就会被对方误认为震倒了 不是吧这也太满了吧都决赛圈了才就不能站个点稳一手吗 你看这个绿色的合金龙骨他就是想狗格分他有什么错 你怎么直接就上来忙人家了 这里有个小细节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不别说是王牌了就是战士人都看不懂的 绝对是顶尖的心理博弈 此时公公下车后捏了一颗雷然后又取消 此举目的是为了制造出捏雷声让敌人知道公公在捏雷 取消捏雷是为了防止敌人听到公公在捏雷突然猛了出来 时间不够顺暴所以需要取消 取消后的人机步慢慢走动也并非人机操作而是故意为之 因为人物在捏雷状态下走动是非常慢的 脚步声听起来也不急促 公公故意这样走位是为了让敌人以为公公还在捏雷状态无法开枪 让敌人以为这是一个机会 让他赶紧出来忙谁知道公公早都把玉米亚点加好 敌人只要出来就是一喷直接带走 看似机会实则陷阱 不得不说公公真的是老奸巨滑 哎可惜对面段位太低连环技根本使不出来 知道捏雷声直接就吓到跳窗而逃 最后卡在窗户上隐恨西北 圈摔了不带圈 车亲上了亲上了他们亲上了 亲完之后这个跑车好像突然变了焦修起来一堆烟直接就跑了 然后公公就移情别练了 跑就跑吧反正这里有个给你长的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姐妹 这个厕所的人还不出来吗都拔雷了还不出来能站到吗 扔进去哎他出来了哇掌握的时机真好 哇对面是个小高手也把公公给炸残了再来一口 这不肯定又是互相丢土著物互相喂饭 哎不对对面怎么没有扔过来 对面没有扔 能炸到吗 哇这都不死 对面是真的能躲先打个小鸡回复一下血量 这小鸡不听话呀 哇完了完了完了 公公在玩小鸡的时候差点把自己给玩死 血量稍微回复一下赶紧就换个位置因为对面肯定在捏雷了 果然又被炸了个大残 对面也是个s12k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两个人 都很犹豫啊 喷喷喷喷喷 这里我们来放下公公的原生 我聪不聪明啊兄弟 我是不是最聪明的 你不许就你不许就你不许就 不就我让你活一会 这何止是聪明这简直是老煎俱滑呀 对面肯定在想我和你玩游戏你和我玩心眼是吧 诶这谁扔的雷有人偷袭我 哇对面还是个狗杂 这可你能炸到对面吗 没有炸到好可惜 再来一颗 这个人想开球组 怎么又停下来了哇是个高手啊 开车线公公出来 两个人800个心眼都快赶得上惊环转了 还好公公身上有除产器 然后第3名敌人帮了公公一搏 要不然这波公公就没了 此时打倒公公的这名敌人心里肯定是各种脏话各种国粹 肯定在说为什么打他不打我呀 不对不对 为什么打我不打他呀 不得不说单排战神局果然是卧虎藏龙 虽然现在是王牌三星度结局 但是其实还差100分就无敌战神了 所以说会排到很多无敌战神选手 这种局的敌人都不是在玩游戏 都是在玩心眼 怎么还有个拿VSS的呀 现在尝尝三个人了 看到一个 没带走好可惜 这个人没打死真的好可惜呀 又看到一个 现在就像最后一个了 没穿死不过无伤大呀 因为现在的圈对公公很有力 难得啊 决赛圈终于对公公有力了 那这把机肯定是稳了 有个小悬念自己猜一下最后一个人是怎么死的 杀了11个 三场手战加了37 太牛了呀 直接就到王牌三星了 还是请指看 每下天是小悬事 好可惜 这样也赚了